每年都會觀賞白米給六四民眾的白米白失信期 20號再起特別結合六港分局 在冠議員丹守保護部署 發向白米重點民生物資 希望透過在物資 可以減少在家庭生產生的負擔 民眾是拜對來丹台認出物資 等年以來 失信期對六四相當關心 每年都會把自己所長的米 拿出來送給六四民眾 今天也特別來到冠議員丹守保護部署 進行發紅 非常感謝失信期阿伯 我們都叫他寶寶阿伯 感謝他的付出 他已經連續六七年 把他自己種做的寶寶 自己挑自己威 來奔送給我們這些貧困的家庭 除了在寒冬喪亂 讓他們覺得心裡很溫暖 也幫助這些家庭 在比較困難的時候 可以更好過 當然也帶動大家 對我們這些家庭 可以施以援手 大家共同來付出 在這個寒冬的時間 希望可以讓社會更多的溫暖 這次在北米以外 也準備了一些民生物資 希望幫助他們 減少生化相的負擔 今天傳200分 白米一包就出去了 就一包 這個汙汁裡面有米粉 有大油 有沙拉油 有菜料 有糖 這次的關鍵也特別 結合六天分局 就由環境對地圈清理的了解 把母主賞給有所謂的 邊君家庭 感謝我們白米博 士信齊先生 提供我們警方有這次的機會 來給我們社會比較困苦的一些民眾 帶給一些溫暖 我們警察目前在治安及交通方面 都做了非常多努力 除此之外 對於社會上比較困苦的一些民眾 我們利用茶坊的時候 也會都會去發掘 那就是藉由這次的機會 提供一些溫暖 給社會比較困苦 需要幫助的一些民眾 來給予一些溫暖 那最後提醒大家 天氣冷了 注意自己身體健康 保暖 做好保暖 因為六星民眾的大愛 都會主動發放不足 給家庭 也讓他們能夠感受到 社會媽媽的愛心和關懷 新中華新聞創中請 六甲蔡宏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